接着看到玉璃珍有一位也像妈妈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就是刘一峰神父 日前是发表了新书 而当时邀请玉璃救国团的郭素兰会长来主持 那么郭会长是被刘神父的善举而感动 也捐出了主持费给安德旗帜中心 那么他也捐赠刘神父原名特色领带来当作母亲节礼物 5月是闪着母亲节光辉的月份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妈妈 而玉璃珍有一位她就是刘一峰神父 台中客博馆帮刘神父出出台湾东海岸的法国牧者 才刚刚举办新书发表会 邀请玉璃救国团郭素兰会长来主持 郭会长为刘神父的善举而感动 决定捐出主持费给安德旗帜中心 那我们真的是要谢谢神父在玉璃生根超过半世纪 照顾我们很多需要照顾的人 给他们饭吃 给他们有地方住 这个呢 比一般的妈妈呢 还要更伟大的一个母性发挥在我们的玉璃 所以我认为她就是我们玉璃的好妈妈 所以我们今天在玉璃节系我们也把那个5月2号的一个主持费用来全部捐给我们的神父 再则因为神父照顾多数原住民族朋友 所以她选择具有原住民族风情的领带要送给神父当母亲节礼物 感动的小差距是这条充满族群宗教文化等特色领带的原封驿站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夏凡 一听到送礼的对象是刘一峰神父 马上表达很乐意由公司来赞助赠送 因为神父照顾很多的原住民族群 所以我们也带了原住民风的一个领带来送给我们的神父 我真的感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玉璃节目团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礼物 虽然我也不是妈妈 可是我们的会长我虽然姐妹也说 没有关系你当爸爸玉璃的爸爸也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真的他们也关心我们而受伤的朋友 所以我们所得到的都是为了分享给我们的那些朋友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刘神父在2017年4月27号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他说他是正港的台湾人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 发挥母爱精神比天高比海深 他比台湾人更爱台湾人 救国团送付一样的礼物给刘神父当做母亲节礼物 希望他身体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记者高松双玉璃采访报道